接着转换焦点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风卡努虽然已经远离台湾了 不过强大的西南气流 却为中部山区带来的治灾性豪雨 其中在南投的地区 受灾是相当的严重的 那么现在各县市的救灾队伍 还有国军以及民间单位 也纷纷投入救灾 其中来自中张头的民间团体 组成了一支30辆物资车队伍 也在昨天挺进了仁爱乡 最东边的德陆古村 那么呢还有这个都达村 耗费了三个小时才成功抵达了灾区 那么其实在路途当中 可以看到画面上 这个左右边都是很多的淤泥 还有一些基石的 对所以其实这一路上呢 是相当的艰辛 那索性最后是成功的完成任务了 运送物资车队行驶在颠簸的路上 一辆车遭到土石流砸中 下个驾驶赶紧蒙踩油门 才惊险逃出土石堆 不过驾驶座车顶都明显凹陷 也让驾驶笑的说 真的差点死掉 能活着是神明有保佑 这是南投县仁爱乡的最新惨况 受到卡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暴雨酿成土石流重创仁爱乡 中张头民间团体装满30辆车的物资 8月6号一早出发 花了4个小时才抵达俄陆古村都达村 从沿途拍摄的影片中可见 有许多道路相当迷命 甚至多处转弯还是法夹弯 加上路框差 连四轮驱动车辆打滑都很难通行 抵达后志工们赶紧将物资搬下车 村长村民们也纷纷致谢 让受灾区暂时免于断粮危机 车队回程也载了好几名小朋友下山看医生 要让灾区感受到全台湾的温暖 而受到台风的影响 南投的南风村灾情特别严重 里面有一间中游加油站 这更是四度遭到土石流的掩埋 场面相当触目惊心 而现在空拍画面也曝光了 遭土石流掩埋南风村加油站只剩屋顶 从空拍画面中可见洪水挟带大量泥沙 从山上倾泻而下 将山坡切出一条长长深沟 还灌入南风村加油站周边 将道路商家民宅全淹没 这加油站也太恐怖 超商也被淹没变成这样 根据媒体报导加油站内有名任职21年的女员工 因为先前就经历过两次土石流 因此闻到气味就能知道是否有土石流发生 原本打算立刻逃命 但发现还有同事还在站内 于是大喊快跑 让同事们及时逃离 没有发生悲剧 可说是救命英雄 而在南投县仁爱乡的这个精英村 现在的灾情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包括我们从画面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庐山温泉这边很多的饭店 土石流是直接冲进了这个饭店的大厅里面 甚至还有许多的民众 是被困在山区的部落里面 无法步行下山 还有六个月大的宝宝 因为已经没有奶粉可以喝了 只能趁着直升机在上空空投物资的时候 家属在下面释放狼烟 希望可以吸引到救援人员的注意 滚滚洪流夹带土石 不断的冲进饭店 这里是南投县仁爱乡精英村的 鲁山温泉 从八月六号的空拍画面清楚可见 在豪雨过后引发土石流 不仅路段桥毁 还掏空地基 导致房屋坍塌 原本停的路旁的大货车也衰落河床 就连前来救援的两部怪兽 也被土石流掩埋 马赫坡这边蛮严重的 怪兽都埋起来 这个河床 我从这边到河床本来是30公尺 水都上来了 上来30公尺了 同样是景英村 鲁山温泉后山的马赫坡古战场 也变成孤岛 缺粮有缺电 仁爱原乡查到协会总干事 黃嘉良表示 当地有三位居民受困 其中一个还是六个月大的小宝宝 因为奶粉见底 六日上午看见直升机在附近空投物资 赶紧释放狼烟 可惜没被注意到 景英村的村民之说 这是从莫拉克台风以来 最严重的风灾 南投县的景英村 遭到了台风的重创 而昨天特搜大队总共拍出了20人 还有两只搜救犬 加入了搜救的行列 那么也因为灾情相当惨重 甚至传出了一名灵性农民失联 而昨天救災人员前往一处山谷时 找到了一具遗体 确认就是失踪的灵性农民 特搜队员在山谷中搬运遗体 那是南投县仁爱乡 精英村的灵性男子 暴雨袭击南投 他四日晚间去巡视 景英温泉附近的菜园 疑似被冲走而失联 家人紧急报案 族人先挺进再去搜救 台中市消防局五日派遣 五名特搜队员协助 六日凌晨在增援两只搜救犬 和十五名特搜队员 沿路所见竟是惨破的家园 六日上午十点多 他们在一处山谷土石崩落区搜寻时 在目测下切约十五米处 找到一具遗体 经家属确认 旧是失踪的灵性男子 无情的风雨夺走他的生命 让家人难过不已 另外在南投地区 也有民众发出了求救讯息 因为头八九线的道路摊坊 导致原本他们家里的长辈遗体 要送去火化 但是受到道路中断的影响 而无法运送 那遗体已经退兵三十个小时了 也逐渐飘出了撤位 那希望道路可以尽快的抢通 不过在昨天 头八九线还是没有打通 那么家属因为不忍心 长辈的遗体持续腐坏 于是决定送回部落 就地暗葬 受卡姆台风强劲西南气流影响 南投仁爱乡连日降下惊人暴雨 多条重要连外道路因此中断 其中有村民五日发出求救讯息 声称他们受困在滩方的头八九线 从四日上午一直到五日都动弹不得 队伍中除了洗肾患者 还有需要就医的年长者外 还有出病车队也卡在现场 遗体已退兵超过三十小时 逐渐飘出臭味 希望原民立委孔文集及县府 能尽快协助 台十四线 头八三线 头八五线 头八九线等主要道路 因暴雨侵袭中断 一度造成二十二人受困 六日头八九线持续抢通 相关单位出动挖土机 冒雨将土石移除 但由于摊房面积大 究竟何时能抢通仍难以预估 而针对殡葬车队急需火化遗体遗案 仍爱乡公所六日证实 家属因不仁长被遗体持续腐坏 五日已决定将遗体送回部落安葬 而卡努台风才刚走救灾 救灾的行动都还没有结束 现在又有可能出现双台了 那么气象粉砖表示 在日本的东南方外海 又有出现热带扰动正在酝酿 预计在周二甚至周三前后 就有可能会形成今年的第七号台风蓝恩 那么对此中央气象局的预报员就指出 未来这两个热带系统 对台湾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中央气象局预报员赵宏分析 目前在卡努台风东边有一些云系消消长长 未来有机会发展成较强的系统 至于会不会变成台风 等变成热带性低气压再来看 未来偏向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 而另一个系统是从比较遥远的东方过来 跨过换日线潮汐移动 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弱 这两个系统都对台湾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在这两个系统是从比较遥远的东方过来 在这两个系统是从比较遥远的东方过来